今天我们四个人要去吃的是伦敦一家新开的中餐厅 枸杞 中文名叫唐舍 位于寸土寸金的圣加姆斯公园旁边 这家主厨之前在哈开桑担任行政主厨 因此它菜品的风格味道啊 跟哈卡桑非常类似 价位也差不多 怎么样 两个佛跳墙 不是他跳就是我跳 第一道上的是凉菜 日本牡丹虾塔塔 这上层有葡萄柚 然后铺了一层虾肉 底下有藜麦牛油果等等 调味是酸甜口的 里面有一点点芡末 有一点像寿司米 我觉得味道有一点太重了 虾肉的甜味并不突出 不是很推荐 烤鸭的处理风格跟哈卡桑呢 比较像 看上去分量不大 一盘鸭皮 一盘鸭肉 然后再加上配菜 最后还有一份生菜鸭肉包 就结束了 但其实它的分量跟玉宝萱之类的 都是差不多的 甚至还要更多 味道还是不错的 鸭皮酥脆 配上白砂糖是妥妥的热量炸蛋 居然吃起来也没有那么腻 有两种烤法 烤鸭有两种烤法 然后有一种是 就明目黄斑豆腐 只有一种是酥脆 就是明目黄斑豆腐 这个皮确实 这个皮不错 跟其他地方看到的皮 长得都一样 这个皮要看一下 它要捏一下 然后再打开 看它是不能松开 好像还不错 另外黄瓜和大葱也是新鲜的 淡皮的鸭肉没有骚味 我觉得在伦敦是算好吃的烤鸭 生菜包将鸭肉切成了碎丁 配上了玉米还有松仁 这是我们刚刚的这鸭子吗 是的 就是感觉应该还不止这一点的样子 应该不止生的肉 好吃吗 好吃吗 这味道就很香 嗯 很香 它生菜其实要很新鲜 而且生菜要很均匀的 它这个生菜应该是挑了那个 最里面新的那部分 对 外面的那种大的都不要了 这一口吧 来 一口干了 什么一口干 好吃吗 香吗 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要把它给变死了 就上来几秒钟大概都是这个铁面酱的味道 后来慢慢有那个鸭肉的味道吃 鸭肉的味道吃 鸭肉的味道 最后可以咬到那种稍微有点硬的玉米和很硬的那个酥 松子应该蛮复合的香气 吃到后面发现有一点误会店家 这个盘子中间其实是凹下去的 所以它的实际份量是更大的 香吗 咸 香 鲜 外焦鱼 外焦鱼那是什么 滚在你的嘴 点心八部曲就是说有八样点心 所以这是鱼鱼鱼包 这就是鱼鱼鱼 这就是鱼鱼鱼 鱼鱼鱼鱼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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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今天这个是鲁油笼包 带了金帽的小笼包味道还是不错的 里面的汤汁非常饱满 喷得到处都是灾难现场 我猜这个是蔬菜包 怎么样 咋这么开心呢 它枸杞很甜 蔬菜的味道是处味的 就是胡萝卜 蘑菇之类的东西 这是黄龙果味 不是黄龙果味 就是因为是红皮是吗 我们点了两份比较经典的粤菜 黑椒牛肉有力的确是很嫩的 然后这个蔬菜里面的芦笋熟度也很好 这个牛肉我觉得里面还是挺嫩的 鲜的 鲜的 外脚里面 死火其化 六十八磅一份的金汤佛跳墙烩饭 应该是今天采的最大的 重量级配料有一片海参 一条虾 然后一个鲜 鲜蛋 再加上一些蔬菜 比如说像蘑菇啊 金针菇之类的 哦对 还有一碗饭 就这么一碗东西啊 六十八磅 因为其实是一人份 然后我们四个人分了这一碗饭 我分到的这一份呢是有鲜蛋的 做工还是很细腻的 鲜蛋外面好像有微微的炸过 里面的蛋黄还是流心的 味道的确很好 但是六十八磅太贵了 甜点的菜单十分的具体 却又十分的抽象 你说啊 难不成他还把那个蜂蜜柚子椰柜 丁香跟羊柑橘放在一起 然后一起拿上来吗 我其实不知道它什么东西 没有意义啊 估计被问的太多 后来服务员直接给我们看了图片 并且推荐了两样甜品 第一样是黑巧克力抹茶与枸杞籽 土色的底醋和巧克力 绿色的抹茶 然后再加上这头晕驾雾的气势 真的很像韩神说的土地公公啊 第二道甜点是香蕉味增 焦糖巧克力与咖啡 然后最底层是香蕉 然后中间呢是米苏 然后上面呢是卡伦马 然后旁边呢是Duck Coffee 然后这个呢 它的贝斯巧克力 然后青色的是抹茶慕斯 然后红色的是狗吉伯格 索贝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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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真很好看 这个真很好看 感觉怎么样 好吃 味道好吃 好吃 很复合的口感 形容一下 这些狗又来了 太费糖的那个味道也很重 枸杞做成的冰淇淋呢 还是第一次见到 听听韩神怎么说吧 这个 入口集合 外焦里面 香 香 鲜 鲜 鲜对吧 这枸杞是亮点的 这枸杞很清甜 一定要这样一个枸杞 它是有几层 最上层是抹茶 这边是巧克力酱 就底下有那种巧克力酥饼的那种感觉 我还没有吃到枸杞 所以还没有清甜的味道 但我觉得上面三层已经做的很好吃了 枸杞 清甜 枸杞是不是亮点 你觉得 就是你正常吃这个甜点 对的 不会有枸杞那种味道 加进去就是很有亮点 而且蛮配的 对的 对的 每个甜点都有 都搭配了四到五种味道 然后这四到五种味道之间 都互相的就融合的很好 但是又有不同的层次 相互成就对不对 对的 对的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有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你看它的那个菜单 对对对 就是它那个菜单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甜点是什么 香蕉橙子或者什么样 就是 菜单很随意的 对的很随意 然后就把我们的那个 期望值降得特别特别低 对 但它一上来之后 不管是它甜品的本身的看向 还是它的布置 然后一些土地公公的 土地公公要办办 仙气缥缈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都就是给我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就会让我们觉得 哇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账单时间 四个人一起花了467.48磅 如果我再来的话呢 应该不会再点这个佛跳墙烩饭 因为它太贵了 武当虾塔塔也不是很符合我自己的口味 但是其他的菜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这期视频就成为最确的你的烂热 这期因为我在这里不会做这个视频 哈哈哈哈 臭你这句话也要把它给剪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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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